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懂欸 反正就是要比說謊比心機 然後後面就是想辦法贏的遊戲而已 就這樣 玩一場就真的就懂了啦 剛剛看到你們也有幾個人懂 就覺得哇原來你們看得懂 還是你們原本就懂 好啦感謝今天收看 今天的Amigo就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幫我點個喜歡 想繼續看其他系列幫我點個訂閱 我是半星 每天7點在FB直播喔 那大家晚安掰掰 對啊 欸沒有哈記本來就會畫畫 只是說 我不知道他可以畫得這麼強 沒有因為哈記之前有買繪圖版 他之前自己有自己畫圖 啊我知道 那 我想說哇靠他畫太好了吧 我想說太強了吧 這樣沒有沒有質疑他不會畫畫 他是 他的 他的畫功 驚艷了我 沒有因為 我本身就知道他會畫畫啊 好啦我們繼續 我們去我們的獵龍旅行吧 優越 娜娜 我回來了 好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看來你在打魔物啊 靠左邊的牆壁 再過去 左邊左邊左邊 這邊哪邊 這邊嗎 這邊 喔好 欸欸欸欸欸欸 呃 我會不會死掉 加入鼓勵 啊 不會 會 靠著貼牆貼牆貼牆 他開大絕你就貼牆 但是要到處移動 不然他會噴哪一刀給你看 我的媽啊 等一下我要喝什麼 我要吃什麼 不是這個這個 不是 等一下 幹補的就在一邊齁 上下滾上下滾 不是 我 突然找不到他 我突然找不到他 中海 按太久了啦 吸 欸 可以啊 因為其實你 你就站在他尾巴後面打是最安全的 真的嗎好 真的啊 我騙你要死喔 為了要打開磁眼殼 呵呵呵 沒關係他磁眼殼 他現在主線已經過完了嗎 還沒啊 等到他主線過完再回去刷就好啦 不一定要 硬要現在刷磁眼殼啊 也是齁 對啊 我覺得槌子比較好 滾走 這時候就要滾了 你不要拖 我 我滾不... 騙人 你揮完之後就可以馬上滾走 你揮完之後就可以馬上滾走 不然就是你給我換花束 我把換鍵盤 筆電可以換鍵盤吧 很貴啊 那你外接可以外接鍵盤嗎 不可以 蛤? 我怎麼記得可以 不能外接那種桌墊的鍵盤喔 可以啊 可是這時候小心這時候小心 不要 這時候不要貪心 他地板那些沙子會有傷害 所以你要站在沒有沙子的地方 哦 這我知道我剛剛 你知道那你還虛地那邊沙子裡面玩 我不知道他那邊會放沙子啊 你看地板啊 有時候沒有沙子的地方會冒出沙子啊 欸小心 你看 再開台喔 好險我剛去的一個生命 保險 我剛剛是不是冒了第三次 對 最後一次了嗎 對 我剛剛才7000米保險而已 哇 怎麼打27分鐘啦 你怎麼知道 看上面那個也看得到好不好 看 你在罵張華嗎 不要下來 好 我沒有下去 我沒有下去 我不毛 我怕 好正喔我的畫面 很正齁 畫面正翻了 正爆欸我的媽 我可以下去了嗎 可以了 確定齁 你如果跳下去馬上接一發 哦 完美 我剛剛就跳下來直接接一發 然後直接貓啊 堪稱完美 滾走喔 你要看魔物 蛤? 上來啦 所以咧 他在血耶 3% 3%打一打啊 不會跑遙遠的3% 欸不 為什麼看不到他的血量啊 傻眼 哎唯媽 我怕 是 我怕 是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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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他 他 她的 1000滴 你這樣打得到她的頭 你拿大劍欸 你不讓她撕痕 你怎麼讓她打頭 你知道你要打她前面的手讓她撕痕嗎 你用大劍有打過她的眼殼嗎 包子儀 哈囉 有啊 有啊 好 好了 蟲蟲咬死了 他也可以包嗎 可以啊 他是古龍啊 可是他叫什麼龍 你等一下就知道了 他是偉大的存在 我剛有打到一隻很漂亮的龍 明波不是嗎 對對對對對 明波在我開台之前就打了 我那時候說你怎麼不早點去接什麼啊 我都快開台剩10分鐘了 喔對 就像你爬上去的那個啊 對對對 我也是貓的樣子 他很漂亮 欸這是什麼啊 那個東西是什麼 什麼東西是什麼 剛剛有一隻很大隻的 這隻喔 對對對 超蟲棍啊 我沒有看過這麼大隻欸 妳還想看更大隻的嗎 還有喔 你想玩喔 一大堆生命大粉塵 我之前就是聽眼鏟 聽眼笑怎樣 他讓你看他大大的蟲子啊 不是他那個 說超蟲棍很好玩 然後我就很想玩 但是我玩不起來 嗯 怎麼沒有顯示 沒有其實就很簡單啊 你超蟲棍就跟你講 中劍按下去之後 就是左右左右按 左劍右劍 左劍右劍按而已啊 你就遠遠的射 左劍是攻擊 右劍是讓他回來 左劍攻擊 右劍回來 左劍是讓他一直去咬 一直去咬 右劍是讓他回來 等一下讓你看完動畫 好 你等一下看我台後螢幕分享給你看 好 右劍 右劍再不掛台啊 還要親自進來 你才來掛台 還有姊姊也是啊 都這樣啊 姊姊 你是不是不知道我換FB了 你是不是不知道在FB開台 不知道啊 怎麼同樣也沒看過你 哪有 我明天有上去掛過 然後是你沒鳥我 我沒鳥你 我幾乎都跟每個人問安欸 你問大家 可是我真的有去留言過齁 然後 你那好 你留言幾次 很傻 對啊 沒有啊 我就開台然後我就掛著啊 有嗎 有 我每次都有一個一個點名喔 好來來來 好 我說到3了馬上出現囉 1 2 3 4 你根本就沒打開嘛 掛台 你是不是說過 我好像卡了 喔 欸他活起來了 好啦我知道年年有出現過 只是真的很少就很難過 因為那時候還跑去兔窩的那個 兔窩群吻 沒有人要來幫忙掛台 然後只增加10個 然後過了2分鐘後又跑回去了 那以後我就不去兔窩裡面 求溫暖了 只會有傷害 沒有溫暖只有傷害 不要沒有傷害 不是 單純是沒有溫暖沒有傷害 沒有溫暖沒有傷害 不要想說要求溫暖就沒有傷害 對啊 沒有溫暖只有傷害 對 阿你這個打完之後就可以跟我們一樣去一個叫巨魔之地的了 阿就是在裡面一直狂農素材 你們這是你農我農的地方 那但是你來這邊 下一個階段是你要趕快衝到100等 才能跟我們一起玩 我努力接自由任務 我們只能跟你玩 你不能跟我們玩 因為我們那邊的等級太高了 你進不來 我們可以往下跳 但就跟你講啊 那時候拿那個什麼 拿來自深淵跟 比較阿你又沒看 沒有關係 通常的遊戲不都是這樣 就是高等的 帶低等看不到 可是有些就是可以 高等帶低等阿 你就低等越級去打怪阿 去旁邊巴巴草阿 然後給高等的打怪阿 不是嗎 是啦 對啊 為什麼都是問號 等一下你就知道你 擠什麼 不是阿 他不是應該要告訴我 他叫做網民 你擠什麼 你不要擠 有愛 有愛 豬 有愛 豬 都是有愛 有愛 好不好 朋友有愛的那個有愛 你剛剛說有愛 有 是嗎 小巫可以換東西好棒 小巫 FB洗瓶是很嚴重喔 因為你現在個資整個是公 應該也不算公開啦 反正就是你這個帳號是公開的 然後你那是可以點進去你裡面 看你到底是幾歲阿 名字阿 家人阿 我關好了 蛤 你關好了 怎麼說我的帳號隱私阿 對啊 隱私可以關 我之前就把他關的還算蠻乾淨的 有些東西 設定關起來就看不到了 不論你是誰 你有在看劇情嗎 有阿 喔好吧 怎麼了 沒有 沒什麼 可以跳過嗎 不行阿 如果你在看劇情我就不影響你啦 慢慢看 因為我想說就給你看超重棍就這麼簡單而已 喔好啊我可以看台下龍的關係 棍變裝備 因為我們那天有講嘛 超重棍有分三 現在有分三個流派嗎 嘿 空戰 就是地戰跟蟲炮 那什麼 蛤 什麼什麼 地戰是什麼 地戰 你看我抬嗎 我現在就是 嗯 超重棍首先就是 你 攻擊模式 點開那個準信之後 蟲會飛出去 如果你不是攻擊模式的話 就是你會有投射物射出去 我用螢幕分享好了 不然你有焰柱 好 因為他有焰柱 喔你看喔 這是我們普通 普通的那個射擊畫面嘛 把手會舉起來然後 這樣是射鉤爪出去嘛對不對 嘿 然後這樣是射東西出去嘛 對吧 嗯 然後當你攻擊狀態之後 然後會變成蟲飛出去 你看到嗎 蟲就這樣飛出去了 好帥喔 然後你看到蟲飛出去 然後有吸到一個東西回來 然後我身上會有一圈東西對不對 嗯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吸 吸吸蟲那個什麼 蟲蟻還是吸什麼的 那通常這個東西 你要看到左上角 你有沒有看到 你看我吸這個白色 然後左上角白色會亮一下 哪一個 你說蟲子那個地方嗎 對蟲子 蟲子後面 蟲子的屁股後面 嘿 有沒有 有沒有原本是跟那個123的1一樣 是灰色的 嗯 那你吸到東西之後 就變成 就補 什麼叫做 補那個 燈 通常都會講三燈啊 就是 你前面這個的話是紅色 欸這邊 這個 有沒有 這樣就三個燈 嘿 啊紅色是傷害 黃色是連擊 橘色是 要怎麼講 霸體嘛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你被打會比較 不會往後揚那種東西 嗯 就類似耐衝啦 啊 所以你三個燈 我我只講大概啦 他有實際的 我沒有去 研究 沒有 現在沒辦法跟你們講 嗯 當你三個燈都 吸到的話 就是這三個能力都會再增加一些些 懂嗎 懂 但是要怎麼擠三個燈 就是用蟲子啊 你看喔 先去洗掉 不 我的意思是 你怎麼知道你打出去的那個是哪一個 喔 就是你看喔 那個一的前 一的左邊你看那隻蟲對不對 嘿 他翅膀變紅色了 就是紅色的燈 吸回來 有沒有 那這個就是 變白色 就是白色的燈回來 嘿 就以此類推 這樣子 那但是這個冰原之後有個好東西就是 你可以撿 魔物掉落的那個石頭 就是你 你騙我們說 石頭可以更高傷害的 哦 然後你這時候 怎麼看上面寫的 這時候左右鍵按的話 蟲子會吃掉那顆石頭 哎呦 都是 你看有沒有那個山後面有個那個蟲子然後往上 有沒有一個往上的箭頭 那是增加蟲子的攻擊力 你看喔 現在是85有沒有 有沒有 剛剛 剛剛20幾 現在85 然後現在85 有沒有看到 所以你可以這樣子858585一直狂打 你就可以邊走邊動 然後就一直狂咬他 哦好噁心喔 就是就這麼簡單而已 所以那蛇才問你為什麼不玩草蟲棍 就更 這更噁心 所以你可以 我就是 我是用這個裝備啊 遠遠的幫HTT他們補 然後就這樣子 遠程又有傷害 然後又安全 然後當他們被打我就這樣滾一下 然後喝個水 然後就這樣補血 然後就這樣 就這樣子繼續打有沒有 就這樣而已 而且他也可以近戰對不對 可以啊 然後這 這次我要講近戰流啊 近戰就是這樣子啊 剛剛不是說白色4連擊嗎 你看喔 好像影響比較明顯是這個 他斷掉了 什麼都要斷掉了 木頭啊 這個你等你之後要研究 我再慢慢教你啊 然後再來就是 你剛剛不是吃石頭之後嗎 嘿 翅膀可以一次吸兩個蜜 比如說你剛剛不是一次吸是 你看翅膀 一邊變紅色 嘿 哦 一邊變橘色 這樣一次回來就是紅加橘 對 那再來空戰流的意思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可以這樣子打 欸好帥喔 可是 現在這個版本空戰 你不是很強 他傷害沒有那麼高 也是很高 只是還是會輸很多武器 比如說你看這個喔 更變配置 那時候白色只是 加快移動速度而已 好的移動速度啦 像然後 這個蜜的話就是 有分魔物 比如說紅色幾乎都是魔物攻擊的東西 嘴巴 腳啊 手啊 那種 那白色的地方幾乎都是翅膀 或身體 啊黃色 我是說大部分 是尾巴的 那個 末 不是末端那種 尾巴的那個 跟屁股相見那個縫 比如像這個是尾巴嗎 嘿 不是黃色的 黃色就 就很難 有時候 有個魔物身上就是 少一個東西很難吸 你看我現在吸不到黃色 那這樣就少一個傷害 那就是 以前的話是可以先吸紅色加白色 等到快一分鐘之後 再吸一個橘色 那這 前面兩個顏色又重置了 哦 對啊 那 你要這樣子的話 你只要做這把武器就好了 就有這個傷害了 那至於防具的話 晚點再貼給你看 這個好帥哦 所以那時候問你要不要玩啦 可是 你又 你又 跟我講說你不知道蟲蜜是什麼 我就說 好啦 那就算了啦 你看哦 這個是沒吃石頭的傷害嘛 38 哼 然後這是 魔物吊的石頭 85 哎呦 超好多哦 對啊 所以其實 這個的話就是盡量不要去撞人家牆 就是先撿地上的石頭 撿完之後再去撞 撞完之後再去回去撿魔物吊的石頭 不要浪費 這樣沒關係我像現在剩2發對不對 那你先 比如說是石頭 你就撿完石頭之後 然後就騎上去 然後撞完 撞完牆之後 然後再回去撿 這樣子 啊或是你這場就只有你一把可以消武器的 就可以盡量消沒關係 比如這一場就是兩個大劑一個大槌嘛 都不能削石頭 你就可以慢慢削了 就這樣 然後 為什麼你的 我的 瞬心比較大 你玩超重棍瞬間也會變這樣子啊 這是超重棍的瞬心 哦 我以為你的狗爪可以那麼大 所以這個真的很安全啊 傷害又不低 可是我已經會錘子了 我就好懶得換 錘子 對啊 我 至少我剛剛都軟到頭 你可以問貓子儀 不是啊 我也可以軟到頭啊 只是說 你有沒有在做事而已啊 有啊 我有做事 只是 我被那個 剛剛那幾隻轟一下 我就直接拜拜 對啊 有些 就對症下藥嘛 有些真的不適合近戰的 你還是要 你 你 就至少要會 呃 兩種武器啊 遠程跟近戰至少會各一個啊 不然你之後 像要打炎飛龍的話 你就完蛋了啊 炸彩啊 蛤 我有聽過 但是我不知道那時候 炎飛龍就是 我們 昨天在玩的啊 就是一隻 藍色的 母獅子 乾 站太近的話 他靠大絕的話 我們就是 死很 死很慘啊 所以我們昨天都是遠遠的在打 我們就是昨天是拿四隻蟲子在打那隻 貓 哦 然後 那個 HTT有幫你配那個啦 配裝備 在哪 不是西山 靠 蛤 蛤 是不是要先打普通炎王 沒有他幫你配裝備啊 強行打炎王 我這個人很簡直敗 因為嫌麻煩 所以跟我沒有在區別的 有的時候龍在背後很難拿到 拿到什麼 剛打完毒龍 好難打 哦 你打完了 如果你打的那隻魔物你打不過的話 你就對陣下藥啊 這隻龍很毒你就帶抗毒啊 這隻龍很麻你就帶那個啊 抗麻的啊 有啊我剛剛 不是跟你講話啦 哦 對不起 那個回聊天室啊 你那個我已經教過你了 你還 你還在問的話一定打死你 都幫你做了耐毒三了 你還在那邊 不是啊 剛剛我在打那一隻什麼 就是 你那個名字出來了沒啊 還沒啊 你還沒 欸 可 我剛剛在看 更變裝備 他要去龍結晶了 結果我剛剛在看你的畫面我沒有看到他叫什麼 那你等一下就知道啦 今天是滅盡龍 不是啦 哦 那個是你要即將前往的地方 你會先看到監視滅盡龍 然後會去那個 去巨魔之地 對不對 找不到黃的在哪裡對不對 什麼 哦 超重滾的 嗯 黃的蜜有時候就很難找 啊有時候又是白的蜜很難找 因為每隻魔物 他的那個蜜都不一樣 反正 紅色一定是他攻擊的東西啦 像角龍的尾巴也是紅色 啊其他龍的尾巴要嘛是補血的綠色 要嘛就是黃色 有耶 老實說 蟲蜜在 等一下我們HTD這樣好不好 沒事啊 有你 更變裝備 那你們其他要打什麼嗎 然後 斷練區 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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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這個槌子真的好漂亮 你是拿冰揍槌喔? 對 喔好吧 怎麼了 那時候不說是不是也可以 喔因為好看阿 我說你好看喜歡就好阿 阿後面的話 沒甚麼在拿那個 原因是因為 槌子很少用來打屬性傷害 要嘛都是打屬性狀態啦 就是麻痺睡眠那種東西 不會拿來打火阿水阿那種東西 比較少啦 我幾乎是沒看過那些大神拿那種 因為槌子幾乎都是拿屬性 要嘛就是板面傷害很高的 可是好看的 好看的就不好用阿 傷害高的 沒二隻吧 恩? 就是好看然後又傷害高的沒幾隻阿 阿不然都是我現在做不了的 不然就是那個阿 你 裝模的阿 我自然找一個模特兒突然找不到了 他是一個棒棒糖 很大隻的 轉圈圈的那種還是一顆球的那種 轉圈圈的那種阿 蝸牛殼的那種 我自然是用那一個啦 可是用沒有多久就換回來了 因為他棒子太大了 我以為我揮得到魔物就是揮空 他那個糖太大片了 會讓我判定失誤 喔那還是算了吧 我這樣子都會有問題了 沒有阿你轉的爽而已阿你 帥 大劍怎麼上到斬喔 喔 左右一起按喔 橫掃斬 上老斬 蓄力斬 秀秀算好運了 有人幫忙打 跟妳講 她有更好運的 她最不幸的就是遇到我 不然如果是其他的話 秀秀應該現在早就在域魔之地了 對吧秀秀 妳就沒學到什麼啊 都被人家帶走 所以妳這樣子 妳這樣就不知道槌子的美好啊 超重棍的美好啊 妳只要拿雙刀在那邊 灰 提 魔 拔草 挖礦 我根本就是在旁邊釣魚的那一個 對啊 所以 我就不知道妳買魔物獵人要幹嘛啊 買來釣魚 所以我才會想說妳不要浪費錢 讓妳知道魔物怎麼玩啊 所以在妳剛進入冰原就從頭開始教妳了 因為在世界的話 世界會比較好教 冰原就比較難教啊 因為冰原多了狗爪 多了 那個 要長吃打蕭果石啊 有的沒的啊 因為冰原多了很多 所以 妳世界底子沒有的話 教起來很難教啊 而且妳材料也不多 問其他人也知道啊 貓之翼啊 解操的他們都知道啊 我當時會摸遠程武器也是因為 有個東西叫做驚揚的啊 那時候我拿騙手鍵跟那個槌子玩得很開心 就在被嘴說 妳傷害最低妳知道嗎 不 妳傷害倒數第二低妳知道嗎 然後他們都是拿一個遠程武器在打 可是那遠程武器他就打同一個 那應該是怎麼講 他手已經爆了 在打那邊 傷害只會增加 但是不會有算傷害 他會鎖血 可是他們就拼命打那個位子 那個是我之後才知道的 他們一直拼命打同樣的地方 所以這是很沒意義的 然後就被嘴說傷害最低 那倒數第一咧 一個拿大劍的啊 就金揚經過的時候 大劍在那邊蓄力 然後又打不到 就被那個拿 拿青奴的嘴 妳那麼厲害 妳一個人打啊 不過他們的名字都變藍色了 什麼名字變藍 妳的名字變藍色了 不過 這裡的龍的名字 藍色? 嗯 就是看血量的那個程式 原本不 喔不用回來了 沒事 喔 這是我沒看過的 雙包可以揮出十六連擊 可是 就是魔術不能動啊 真的假的 你說的十六連擊是什麼 原地砍十六下嗎 這個 這個 這個槌子也可以啊 我是在等那個啦 之後名刺龍的武器出來才會想玩雙刀 因為現在我不知道做什麼屬性武器 更變裝備 你要玩雙刀妳就要搭屬性啊 屬性傷害啊 不然我現在雙刀完全沒有做 完全 都還沒有做 蟹龍都在一起了 你說這樣子嗎 這樣我就超過23了耶 啊十六是什麼東西 你說這樣子嗎 然後這樣子喔 白癡喔 鬼人亂我而已喔 雷 人 龍 鬼人亂我 他好帥喔 恩 為什麼不行呢 欸 欸 我有玩斬擊補嗎 給你們看 我這邊看不到 出去囉 恩 編輯 欸 在哪看 欸怎麼看自己的名片啊 傻眼我都忘記了 確認 什麼確認 喔確認 喔喔喔喔喔喔喔 斬擊斧 看到沒 4跟0 加起來沒有20 12 13 你看 這4把武器加起來只玩過13次 這種綜合 聚魔之 喔可以 喔可以查喔 出階任務 你也猜用 進階 喔對阿我就是 主線畢業之後 就可以拿片手劍 跟大槌 然後再來是太島 莫斯特任務 不要查 欸 為什麼聚魔之地拿笛子才6場啊 發生什麼鬼事情 不對吧 為什麼聚魔之地 反正雙刀是57 他是算採集嗎 欸